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萍 今天呢,再一次的透过Google Me的方式 跟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跑友 事实上是我们录音录影的,前一天晚上 他才刚回来,目前在桃园的家中隔离 非常有诚意的,今天就来上节目了 他是蔡国骏,Roger,Roger你好 嗨,洛书晚安,我是Roger 哇,看到Roger背后这张照片真的是让人又记又恨 他这次呢,他的这个Google Me的背景照片 选的是克罗埃西亚美如仙境的一个地方的照片 那事实上呢,我想如果有followRoger脸书的跑友们 最近真的是觉得他超狂的,这一趟的环球跑旅 我看他去了有一个月吧,赶快从十招来 你总共去了几天,几个国家跑了几场马拉松呢? 哦,好,跟这个Roger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从十招来,四月十四号出发 然后昨天五月十号深夜回到台湾 前后一共是二十七天 一共跑了九个国家 跑了三场 对,跑了九个国家 平均三天一个国家 那几个马拉松呢? 三个马拉松 三场 三场马拉松 对,三个拳马 三个拳马,对,没错 我跟Roger开玩笑啊 因为这次他带太太去嘛 感觉上是恩度蜜月 那当他们在国外的这段期间呢 寒流超红寒星 玄冰孙一针啊 他们也在度蜜月 但是呢,这个天王巨星的蜜月 跟Roger还有夫人比起来 差太远了 因为他们两个只是在 美东跟美西逛逛 对不对 那Roger呢 二十七天九国 三个马拉松 哇,最近这几天 台湾每天都那个确诊人数暴增 都不断的在说疫情高峰的时候 我们的Roger呢 居然去玩了二十七天 这个太令人羡慕了 我们先来聊聊马拉松 你这次跑了三场马拉松 第一场是波马嘛 对不对 BQ 你是今年是BQ跑的吗 对不对 对 我事实上是争取这个波马的资格 BQ 也辛苦努力很多年 前些年都差一点点 达到BQ 可是前些年申请的人数非常的多嘛 如您所知 不是达到BQ就能参加 对 我曾经有一段阶段是 很努力想要达到BQ 然后这个还达差一点点 后来是终于达到BQ 可是还是连续二晚了两年 就是说达到BQ 可是成绩还是折优录取 因为那几年疫情发生前 那个达到BQ 不等于参赛的保证 如您所知 对对对 那所以我一直到去年2021年终于达BQ 而且已经达到这个可以参赛的 确定拿到他的入场券 但是去年疫情的关系 其实美国非常严重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后来增达到最后那一个月 还是决定这个放掉那一场赛事 所以也留下一点点遗憾 因为这是我跑马这些年来 一直努力的目标 但是后来好不容易争取到了 却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成行 坦白说心里也是蛮遗憾的 也就是说在我去年10月份 没有成行的时候 10月底11月初 立刻申请今年的这个波士顿 重新再申请一次 那今年申请就很顺利 就申请到了 那再申请到 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 我认为疫情终究会慢慢的趋缓下来 所以我就决定今年我要成行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今年是第二度 应该是说第二次拿到 确定的波马门票 也是第一次参与参赛 其实跑得早不如跑得巧 我觉得今年他的这一趟行程 大家听听看 其实他去波士顿跑完之后 结果立刻又飞到纽约 帮上个星期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超马好手 六日赛加油 Roger真的是诚意十足 我想所有跑友也都看到 他在场边每一天都详实的记录 而且也帮三位跑友打气 那么接下来呢 我本来以为Roger他跟着这三位跑者 就要回台湾了 就没想到隔天一看脸书 诶怎么搞的 你好像你隔天就飞到奥地利了 然后呢 接下来又这个瑞士 法国意大利 哇不得了 那很好玩的是呢 你每隔几个国家 你就会去跑一个马拉松 我看到你在法国跑的这一场马拉松 名字比较长哦 而且看你拍的照片 感觉那是一个 好像在乡间很有意思的一场马拉松 法国布雷斯当布斯马拉松 这个应该很少有跑友去跑 是 说说看这场马拉松吧 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我的背景 现在Rose你看到的背景 立刻换成法国了 这就来到法国了 这个就是法国典型的乡间小路 它都是跑在小小的路 有些时候是trail 有些时候就是这种roll 然后但是路很小 这是一场规模比较小型的赛事 它全马参加人数才400人左右 但是它却是一场国际赛事 那也有八个国家的 这个地区的选手参加 那我不但是唯一一个台湾的选手 来自台湾的 甚至我是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选手 哇唯一的一张黄面孔 对,所以这场赛事我觉得好有趣 因为我一个人 一个东方联孔跟一群脑外在里面 很欢乐的跟他们一起玩 因为这场赛事我就是去体验的 因为我很喜欢透过这样子的跑马拉松的方式 在全世界各地去深入当地的文化 那我觉得跑马拉松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这场赛事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好欢乐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变装参加 哎呀好有意思 我刚刚还没有起跑前 就看到每一个变装参与的参与者 有的人打扮成那个 明明就是两个大叔 大概五六十岁了 但是呢打扮成那个baby 还穿那种围兜兜 然后带着奶瓶 哎呀超可爱的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 然后有的女扮男装 有的男扮女装 有的扮成武士 有的扮成这个恶魔 反正很有意思的一场赛事 哇太棒了 对而且我觉得对这场赛事啊 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 哎他们每一个补给站哦 不只是给你吃东西 而且他们这个都有乐队 在那边这个演奏 每一个补给站 对现场演奏 哇 非常激励 我觉得很棒 感觉非常好 这是一场小而美的赛事 那的确是知名度非常低 甚至我看要刻意找都不见得找得到 那我是因为我想我的目的就是我很喜欢去更深入 跟体验 对于那种知名赛事 我当然也要去恭逢其胜 对 可是我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一些不知名的乡下去参与一些很 我觉得很能够深入当地文化特色的一种赛事 这是我的想法 听起来真的好棒哦 可见Roger他出国之前呢 做足了功课 对不对 所以朋友也可以记得哦 这一场叫做 法国布雷斯当布斯马拉松 大家Google一下应该可以查得到哦 那接下来你跑的一场 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Roger准备十足 他在我们Google Me的画面 立刻又换上 他在这场法国的小新马拉松 对 玩赛照片 是是是 一定要带着国旗 对对对 因为我希望说我虽然只是一个个人 但是我希望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 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 From Taiwan to the world 但是我要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台湾 所以我到哪里去 基本上我都带着国旗 然后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把青天白日满地红 让全世界看到这样子 太棒了 看到这个景象 真的让人好想去跑哦 那我知道 接下来你又去跑了一场是 捷克布拉格马拉松 这场马拉松呢 我知道一些台湾跑者之前也跑过 它的风光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对不对 哇现在马上又换上捷克照片 布拉格照片 对我们 我们现在来到布拉格最有名的这个老城广场 这个就是天文中 很多人去过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天文中 这边起跑吗 对不起 这边 这边起跑吗 在这里 对对对对 起跑跟终点都在这边 哇 所以你看看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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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没有 准备要起跑了 很多人准备要起跑了 那跑这场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呢 感觉人数是比较多一些 这场多了 这场多了 因为这场赛事也是去年也是因故这个延后了 前年他往年都是在都是在5月固定在5月举办 那2020他就延到这个10月8月才办理 那去年是有on schedule在5月半 可是去年疫情这么严重我也不敢去 事实上我从2020就报名了 哦 所以这场赛事是我postpone延期的 然后主办单位他也最多给你延两年 换言之今年我要再不去 我也放弃了机会 就没有没有办法了 那这个因为我今年确定要跑波士顿 然后波士顿是4月中 那这场赛事是5月8号 我觉得他差的时间又不多 也就是因为这两场赛事就串起我这次环球跑旅的计划 梦想这样子 然后中间再插一场刚刚的那个法国乡 对对对对没错 太美好太美好了 那看起来这场马拉松参加的人蛮多的 我也想问Roger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台湾整个气氛就是疫情 大家都很害怕出门啊 那你这次环球跑旅去了九个国家 你也顺便巡视了一下各国的疫情 现在国外到底这个COVID的感觉是怎么样 大家就已经比较轻松了吗 OK我真的是做了一下这个田间调查 非常非常道地的田间调查 我这一次从美国嘛 美国去了波士顿跟纽约都各待了一个礼拜 坦白说从到了美国你就可以很明显感觉 国外真的已经完全解封了 对其实美国还是有人戴口罩 但比例上不是特别高 华人地区比较多 但大部分都是在室内会戴 但是只要到室外基本上都不戴 那跑步那更不用说 没有任何人戴口罩 OK那当然我们去到那边 我觉得现在疫情因为已经经过两年 我觉得它慢慢回到比较正常的一种阶段 大家在看待COVID这件事情上 已经比较能够平常心看待 第一个对病这个COVID本身 把它看成比较就正常的流感化这样来看待 对于这个因为COVID而戴口罩的人 在刚开始前前期 常常会造成一种对立紧张 对 现在其实我觉得不会完全不会 就是说这个社会是非常多元非常开放的 你想戴你就戴吧 你不戴也不会有人管你 你戴了也不会再有人觉得你是怪物 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趟出去 比我心中原本的这个担心的事情 要让我感到轻松的 也就是说美国呢 基本上大概还有个 没比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人在戴口罩 但是整体而言已经不多了 已经不多了 那但是你就算戴口罩 人家也觉得是OK的 没有问题 因为你想保护好自己没有什么不对 对不对 OK 好但是到了欧洲呢 是从头到尾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戴口罩 可以这么说 几乎是完全没有 连室内也几乎都不戴口罩 那一样的我觉得很OK的是说 即便在完全没有人戴口罩的状态之下 我为了保护好我自己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管制还是非常严格 我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差错 更何况我的行程其实安排的非常的紧凑 万一有一个什么状态 我必须对我自己负责 对同行的我的太太负责 对台湾等候的两个孩子负责 我要对很多很多关心Roger的朋友负责 所以我希望一切能够on schedule 所以其实我是非常小心的 就是说只要人靠近 我都基本上一定戴着口罩 那我一样就把我的国旗口罩给戴起来 有我有看到 对 而且Roger戴了各式国旗口罩 连你的口罩都好好看 谢谢 感谢一些亲朋好友的支持 我跟他们讲我需要什么 他们就会去想办法把我找出来 我们这次去捷克跑布拉格马拉松 我戴的口罩就台湾跟捷克的友好口罩 所以好吸睛 我在布拉格广场 摄影记者摄影师只要看到我的口罩 每一个都要叫我停下来 他们要拍照 我觉得这也是另类把台湾行销出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对 我觉得Roger这一趟真的太令人羡慕了 真希望台湾赶快也能够到这个解封的这个情况 其实虽然现在我们也不算是怎么样的封闭了 但就是很多的马拉松都还是暂停 那这次Roger其实令人羡慕的是除了他参加这三场各具特色的马拉松之外 我觉得让人最羡慕的就是他好像跑在先进当中的克罗埃西亚 那天我还记得Roger他的脸书分享出来的是说他一人包场克罗埃西亚的十六湖公园 说着说着此刻他的Google me的背景呢 又换成十六湖公园的先进 我觉得我的背景看起来比较像在隔离耶 隔离的不是你是我 怎么样啊一人包场十六湖公园 天哪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跟大家分享 的的确确我觉得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美景值得等待 但有一些美景你必须要要努力去去争取 呈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克罗埃西亚 他这个十六湖的国家公园是全世界难得的这个美景 这个是旷式美景因为这是大自然的瑰宝 真的非常难得这种景色这么美 可是也因为他太有名了 在过去这些年来 其实吸引全世界的游客非常非常蜂涌而至非常多 那前几年这个还没有COVID之前 各位知道台湾这个很多人都去了 OK那么大陆的这个这个观光客也很多 那你知道人多其实就会影响旅游的品质嘛 对不对 那这个克罗埃西亚呢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游客非常非常的少 瑞减 但是虽说是瑞减 毕竟欧洲也差不多解封 大概估计有将近一年左右了 所以欧洲本身去的旅客还是有的 但是呢因为我为什么能够独享那个 艺人独享十六湖的国家公园 是因为我这一次决定在这个 我非常非常匆忙紧凑的行程当中 我无论如何要排出最充裕的时间 我一共排了四天三夜在这个克罗埃西亚 这是我呆除了美国呆的最长的一个国家 那为了就是想要去享受 因为来到这边你不能再太rush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好好的静下来享受 那我就住在这个国家公园的外面 很近的地方 前一天从早到晚 带着我太太已经先用双脚 把十六湖公园先用双脚旅行过一次 我等于是旅看过一次了 那么哪里有好看的景 哪里有最佳的视角 哪里有最好的拍照角度 我已经都已经做了一次设备 那么隔天一大早呢 我五点就起床 六点才天亮 五点就起床准备 六点我就准备出门了 来到公园门口 我是第一个进公园的人 一般的游客大概都是差不多九点 十点以后才陆陆续续进公园 因为公园晚上会清场 他早上七点才打开 那么我七点一早 我就用双脚跑进去 然后一路上开始在里面 享受一人独包的这样子的公园 哇太美好了 我也觉得好美好 听到Roger这样讲的 而且刚刚Roger讲到 他前一天就已经做好拍照的功课 什么地方的角度等等 就让我想到Roger你到底是怎么拍的 我觉得Roger他非常的会拍照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给大家 你到底都是怎么自拍的呢 那个角度抓得那么好 然后那么棒的景色 然后你的整个身体的姿态 好像都抓住那个moment 都是最完美的那个moment 谢谢Roger 也谢谢很多关心的朋友 这也是长期以来 Roger用照片这个片 我们常常讲照片照片 骗了不少粉丝 的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对我而言 跑步不只是跑步 对我而言 跑步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那么跑步也不会只是单调的 在流汗 只是那么无聊的一个活动 我就是透过跑步 透过双脚去 去丈量整个全世界 然后呢 用你的双眼 去发现世界每个美的角度 是我跑步的 很最重要的终极目标 所以我常常讲说 用双脚丈量全世界 用双眼发现世界的美好 然后呢 我喜欢在跑步的过程中 透过跑步去找出 最美的视角来拍照 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我 每一个走过的角度 都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录 我常常回过头回来 再看看这些记录 我就在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还有当时的景象 甚至当时的氛围是什么 这是对我而言 也是一种 写我自己的这个游记 我的这个跑步游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之余呢 我那些照片都怎么拍 我只能说 有些时候 都没有浑南天成的东西 就是你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那很多跑友都知道 我有一个专属的摄影师 可能有的人没有 我有 这个就是我比别人 优势的地方 那很多人说 哇你那个摄影师太优秀了 他怎么那么会取脚 我就说 嗯 的确我也觉得他很优秀 那如果你们真想认识他 有机会 我们一起跑一场马拉松 我一定不立即的 把我那个个人专属摄影师 阿凤 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或有兴趣的朋友 认识一下 没问题的 好的 大家要赶快约一下Roger Roger 我等到我能跑 我马上就约你 希望你也能帮我拍几张 不过Roger 你的照片实在是 我相信已经多的数不清了 因为我想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 这一趟他27天9个国家 事实上Roger在之前 他曾经有一年 超过200天以上的环球跑旅 都不在台湾 所以这一场27天在国外 对你来讲 还是一场迷你的环球跑旅了 你之前到底是怎么办 你200天不在台湾 然后都在国外做跑旅 这样的旅行吗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 这个事先计划好 有些事情就是慢慢的水到渠成 一开始跑步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会跑到这么疯狂 那其实是通过每一次的跑旅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累积一些 很美好愉快的经验 让我越来越醉心 越来越享受在那个环球跑旅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2019年就是在疫情发生前的这一年 我就从年初到年底 当然不是不是说都没有回来 我是这当中从1月1号到大概就是12月31号当中一共出去 大概有个将近15趟左右 天哪 你有幸福哦 对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密集 而且我也很感恩 因为我一定要有像我太太这样愿意陪我这样子到处去 有些时候旅行是有美好的一面 但也有辛苦的一面 至少他要愿意陪着我一起这样走 后来竟然回来统计了一下 哎呀我们这一年竟然有208天不在台湾 真的好辛苦哦 真的辛苦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那个辛苦的过程会过去 可是美好的回忆会留下来 那就是一辈子最美好的回忆 那都是人行到哪跑到哪吗 我真的是旅行到哪跑到哪 我在过去这将近六七年当中 我几乎我的行李一定里面就是放跑鞋 当然我现在跑鞋很简单 我都是夹脚脱行的 所以很心变 那我一下去 其实因为我前几年工作还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是跑步去旅行 而是我去工作我义父透过跑步去旅行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到大陆去去培训去讲课 那可能我在讲课下了课我就跑鞋一穿 我就出去旅跑了 我发现用两脚出去旅行那种感觉 这个世界是完全立体不是过去的平面的 甚至有四度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 那个旅行透过跑步这件事情 或者是一本不是纯旅行的这个差旅 我一样会把我的跑鞋带着 也就是说我在过去这六七年当中 我几乎可以说是我人到哪里 我的这个步伐就到哪里 我就跑不去了 有赛事我就会尽量报 没赛事我就自主练习 我也没有那么最心说非要雷马 一定要有很多马术 但是我非常享受在到任何一个乡村去 我就要用我的双脚去 他们的田间跑一跑 去西边跑一跑 去海边跑一跑 所以就是双脚 就是我稍早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说 我希望用双脚去丈量 全世界的每一寸土地这个概念 那你到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累积了几个马拉松了 其实跟台湾的很多跑马前辈 这个比起来 我这个算小儿科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满百 我现在跑了86场全马 86场 那大部分都是在国外跑的 这倒是真的 就是说很有趣的是说 我的总马数不多 但是我的国外马的比例非常高 我曾经算过 我大概在海外跑的 这个海外的马拉松的比例 超过四分之三 换言之 对换言之我的八十几场 应该有六七十场是在海外跑的 太令人羡慕了 还好你刚刚你说你有工作 要不然我觉得大家的心理会很不平衡 觉得说Roger都不用上班 其实还是要工作赚钱 对不对 对啦 还是要 而且各位不要以为我这样子出去 当然要花钱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精打细算 非常善于计划 怎么样去用最少的预算玩出最多的花样 我是在这些年来 我觉得我积累了一些很不错的practice 这个是我觉得很很棒的一个经验 所以相对而言 我可以再用最低的一个经济的方式去进行 我认为这个丰富程度绝对不亚于 那个豪华团的这样子的一个旅行模式 Roger你的跑龄大概几年呢 我从2013年的2月份开始跑步到现在 掐指一算 大概9年过三个月 9年过三个月 那9年八十几码其实不多 还算是蛮克制的 对呀 但是你的公里数应该很多 你每个月跑量大概多少 我每个月跑量早期 大概都是在平均300到350 那从大概三年前开始就开始上400 然后500 到去年疫情最多的时候 我大概去年跑了6000多公里 将近7000公里 去年一整年 那一个月差不多有500公里 对去年的月平均跑量大概有500 不止 将近快600 可是因为疫情你也没出国嘛 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不是用马拉松在累积我的里程 事实上我是不间断 每天跑 不间断的跑步 对我觉得坚持的力量有些时候远比那个兴致一来 哇狠狠的搞一笔要来的可怕惊人 因为我一直相信坚持的力量是无坚不垂的 这次我去纽约帮这个超马队台湾超马队加油打气 帮他们当supporter 帮他们当helper 其实我体会特别深 我看到这么多跑者 你知道有很多跑者 其实全程几乎只是用快走 全程用快走 但是他能够他能够在六天内跑出走出600公里 换言之每天都要走出100公里 真的非常不不可示意 对 那你就知道这个这个坚持的力量 不是不是你强力就有用 是 有些时候有些力量看起来是温柔的 是是弱不经风的 可是你愿意坚持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力量 所以我其实去年我赛事参加很少 去年我的总共赛事只不过参加个大概五六场而已 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上去年年底我的手臂发生了一个意外 跌断了 所以我去年参加马术非常少 可是我的去年的里程 却是我从跑步到现在为止 九年多以来最最最最高的一年 大概就是六千六百六千七百个公里数 总累计到现在大概三万 对不起 总共到现在大概是三万五千公里左右 九年的跑龄 三万五千公里 对 这个这个是很惊人 因为我看你脸书上都有记录自己是第 第几天的跑步 第几天的跑步 事实上你都是持续不间断 这是一个非常稳定持续的一个力量 那Roger你会怎么形容跑步这件事情 跑步在你的生命当中 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了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好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培训顾问 我是一个培训的讲师 我在做的培训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 很多培训老师如果他在讲一些管理类的课程 或者说他讲一些人生道理 他或许讲 你就觉得哇 他是名师 你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你就信了 可是我在做的是叫做潜能开发 团队建立 甚至激励 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大家不懂 那我要教他们吗 还是大家早就懂了 只是做不到 那既然是如此 我在教的不是一个 本来大家都不懂 我教他们就懂 就会做 而是他们本来就懂 我如果再去告诉他们 你们本来就已经懂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 我相信意义不大 价值也不高 所以呢 我更愿意真实的去实践 说到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说到 知道 但做不到 所以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 是从知道到做到中间 这个gap 这个gap往往是最大的一个gap 那我们跑步就很简单 跑步没有用说的 对不对 对 跑步说到很简单 做到你做了没 去做就做了 你没做就没有 ok 所以我透过最简单的一个跑步 让说到知道跟做到完全结合 我跟我的企业的培训人员 我的学员跟他们说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相信我 你一定做得到 相信你自己 你有那个能力 但是 他说老师我就做不到啊 我就做不到啊 老师你做得到吗 好 那我做给你看 我不说给你听 我直接在实践 我自己认为简单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做下去 就这样子 那我的人生在过去这些年 我原本没有预计到的事情就慢慢就发生了 那所以对我而言跑步其实它不只是跑步 它除了是我自己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美好 甚至我也在不断的现身说法 现身见证我的跑步人生 我的跑旅人生 透过跑步成为很多人可能觉得 说法这也许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模式 大概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了 谢谢 我的确是很努力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Roger那你下一次的环球跑旅是什么时候啊 要去哪里啊 我跟你说 坦白说要不是我已经回到台湾 我真不敢说下去 因为这个你知道吗 现在要出去这样走一趟 虽然有不少朋友这个祝福 但明知道了 这个现在想要出去仿佛离经叛道 你们这是该时啊 什么时候呢 你们还敢出去 但其实我坦白说 我一向是比较做我自己的人 但有些时候还是多多少少嘛 为什么我去年没有成型 没有去波士顿 其实也确实在那个moment 觉得那个整个气氛分为不对 不太适合 那时候出去 对那今年我越来越清楚我要的 而且整个疫情我觉得国外已经慢慢慢慢慢慢降下来了 它那个high peak已经慢慢降下来 我认为是OK 我有经过评估 我有经过一些客观的评估 那么我果然出去了 我果然看到我心中原本的想法甚至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坦白说我们这次出去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安全度是比在台湾甚至还高 甚至还高 因为我们自己在台湾被训练到我们很会保护自己 所以其实你看嘛我们这么小心翼翼 所以我这整个过程下来 我们在这个两天前从这个捷克要起飞前 PCR就要做一次 下飞机我们PCR要再做一次 那这个这两次PCR的裁剪都是非常正常 阴性证明 那证明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不是只是浪漫的想法 我们其实对于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小心翼翼 然后呢我真的觉得说 有些时候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冒一点点的风险 你是看不到跟人家宇宙不同的这些世界 但是当你真正走出去你会发现说 其实世界还是持续在keep running 是还在运转的 对你台湾不可能完完全全就是说 好你看早晚还是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一个月前出去三百多例 现在呢回来一天快五万例 对对 今天已经破五万例 今天将近六万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过程是早来晚来而已 早来晚来 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小心翼翼 可是不用搞到紧张到生活好像都过不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本末倒置了 所以我其实在为什么我刚刚回答这个Rose你的问题 是说下一趟呢 因为我回来了 我平安回来了 我自己才敢说 那我要再来规划下一次 事实上我心里头当然本来就有想法 但是我不敢讲也不好意思讲 跟两年前不一样 两年前我是都是年初我就把我整年的plan 通通都排好了 都排好而且都分享出去 甚至我邀请大家有兴趣欢迎跟Rose一起出去冒险一下 但是这两年我相对我就不敢再这样做了 因为那个整个情况跟氛围都不对 那甚至连我自己要规划我自己的下一趟行程 我都不敢一次讲 我有两个行程 我现在是确定已经平安回来 而且整个过程我也觉得很顺利 我现在当然我已经在规划了 我应该正常顺利的话 我就是今年的九月下旬应该会再出发 然后我准备十月初要去跑伦敦马拉松 那也是我的环节六大马的这个倒数第二马 OKOK快拿到六星甜甜圈就对了 那你现在 你全世界这个这几个州啊 你有哪个没去过的吗 非洲还没去 南美洲还没去 非洲要是有机会 因为有一些非洲的朋友 在脸书上的朋友也邀请我去跑 那个非洲的马拉松 我也确实有兴趣 要不是19年年底开始 其实我2020本来打算去跑 摩里西斯马拉松 哦这好特别哦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约翰尼斯堡 这个我都 我都想去跑 我都想去跑 那南美洲也还没去过 这两周还没去过 其他的基本上就 就都跑过 只要身体健康防护做好 未来许许多多美妙的马拉松在等着我们 所以你的下一个赛事目标 要算是伦敦马了吗 基本上海外嘛是伦敦马 那国内呢就看了水源 因为我现在因为台湾的天气 我现在真的是比较害怕这个接下来 这个炎炎夏日的台湾根本 不好跑 不好跑 所以我有可能会一直到秋天以后才会 才会再开始跑马 但是我不会停止跑步这件事 对我而言 马拉松是一个过程 可是跑步是我的每一天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每一天都要做 跑步让我们的人生都更美好 今天听到Roger的分享觉得好开心 尤其是每到一个国家他就换一张照片 羡慕啊 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呢 谢谢 这段时间还是好好的锻炼自己 而且做好防护 相信呢 未来我们出国跑马的日子不远了 最后呢 我看到Roger他换上了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的背景 哇 这个是我太想要的东西了 太想要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BQ 好棒哦 可以啦 只要有 只要有心 只要有心 每个人都可以办到 Roger 谢谢你哦 谢谢你今天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收看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